不同世代的文化差异 带您来了解 曾经的情书记忆 思念许久 将话语 画成文字 一折再折 送出一封小情书 在没有手机 没有email 没有电脑的时代 用文字写下心中浓浓的爱意 传递给对方 这是台湾四五六年级生的青春岁月 如此用心细腻表达情感的过程 在现今快速变化的社会里 越来越少见了 这些需要提笔写下的情义 被如今便利的通讯方式淡化了 写下问候 写上思念 装进信封 一封封满载情感的书信 曾经在台湾各地 被细细珍藏着 在寄出之前 甚至费尽心思 一折再折的爱心信件 只为让收件人感动 笛画207博物馆的 给你一封小情书特展 让走过情意 绵长时代的你我回味 更让未曾经历过的你我 了解曾经的情书记忆 让大家了解不同世代的差异 使文化与生活记忆得以保留 展览寻找过往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如何传递 包含书信的往返 情书大全的抄写 性质的折法 英文卡片的字句编排 及打字机的使用等 让年轻世代了解文字的情感 及字里行间细腻的情感表达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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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